时代不断进步 许多行业都需要专业认证来证明其价值 美容医学产业自然不能落后 相对于大型医疗院所 医美诊所品质称次不齐 民众也不知从何选起 因此落入价格及行销的陷阱 于是卫福部和医测会共同推动了 诊所美容医学品质认证 公日后民众到医美诊所时可以参考 在美容医学的部分 我们知道多数民众的选择是在诊所 可是诊所过去没有接受过 评鉴跟认证的经验 所以在我们这一次 办理诊所的美容医学品质认证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点也是在于说 怎么样来辅导诊所在有限的人力情形之下 能够提供符合品质 兼顾到重要的病人安全 那么的相关的要求 那么我们也很希望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明年会继续办下去 医测会专家小组也会先提供一些咨询或者是辅导 让大家都能够尽快通过这样的一个品质的认证 有了鉴定标准以后 诊所美容医学品质认证就成为一项被认可的品牌 当然诊所也就会针对不足之处来加以改善 包含管理层面 教育训练 标杆学习 以及病人安全等方面 慢慢因为诊所我们 它慢慢也就是了解到说 这个认证对他们的好处 那也从这个认证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东西 最主要是说要跟这整个潮流 医学的潮流要能够接得上轨 那我们都是把现在整个世界 不管是美容医学或者是医院管理上面 最先进的东西带给大家 那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他们无形当中就进步了 我们这个不是只有认证而已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这个教育训练 跟标杆学习的活动 是希望说除了临床的技术以外 也就是透过这个认证的活动 大家能够互相的学习标杆 那学得这个管理上面 跟这个病人安全上面一些技能 这是一个泡砖预域 希望有一个标准以后 大家按这个标准 让诊所有一个依据 知道我怎么样才能拿到一个 合格标准的诊所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虽然一开始大家会觉得说 我不认证也一样可以做 但事实上等大家都通过认证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没有得到一个品牌 那对诊所来讲是一个需要加强的地方 不过在认证时 仍有部分困难之处 尤其是诊所或医师不了解认证细项 导致在准备时不够精确 但是依测会会给予相关的回馈 让诊所可以在下一次认证时 能够掌握其中的关键 因为有些的诊所 他的可能负责人 他可能对这个东西还不是太大的了解 尤其是医师 所以在认证过程中 难免还是会有一点点准备不足的地方 不过在这样的认证过程中 即使这些准备不足的地方 他们都能够借由这次认证 事实上他们认为我们给他们回馈是相当多的 那我想这一点呢 不管他在这次有没有认证过 可是他有得到很好的回馈 这就是让他对于他的客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 再做进一步的提升 每一支采访报道